我上期的塔尖戀林星座文寫都说过 现在开始有一些星运的Post 这个Cover 就会用一些我在日常生活看到的人事物 如果是可以勾起我的一些情绪 或者是令我有些感觉的话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一个比较personal的交流 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共鸣 通常是我发觉生活上看到一些挺搞笑的 一些挺奇怪的东西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在生活上发现一些很无聊的东西 但是挺好笑的 例如我在很久以前的IG 我会常常在街上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然后我真的常常在街上看到食物 知道为什么吗? 我曾经在街上见过萝卜、粟米 然后我见过蜜 就是人穿的蜜 然后我最近在街上看到困难的相价 就是一些全家幅 然后那幅相扔了出来 然后我看到豆腐 真的软的豆腐 就是千奇百怪了 我觉得很搞笑 很随便 这一幅也是我觉得很搞笑的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搞笑的? 其实这幅相片我也是特意随便给全女座 因为全女座也是聪明的人物 可能你们的脑子转数高 有时候是great minds think alike 因为我自明都挺聪明的 可能一般人不会觉得这件事很搞笑 但其实这件事的笑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有一件事叫anti-humor 就是因为有时候一些东西 你预期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答案 但谁知道他真的给一个很顺理成章的答案 那这个东西是叫anti-humor 是因为我们的预期的一个错落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件事很好笑 我不知道Wiki或者Google会不会有这件事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很出名的英文 就会叫 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 为什么鸡过马路? 听起来好像一个迷语 为什么鸡过马路呢? 原来最后的答案就是 to cross the road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有些人会很搞笑 因为你在这期待一些很特别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给你一个最平凡的答案 大家看看这里 为什么叫小红帽呢? 因为他戴着红帽 大家都知道 Little Red Riding Hood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小朋友 这是我见到一个小妹妹 答学校功课的答案 我觉得真的笑死我了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这里笑 如果不会的话 sorry了 浪费了你这么长时间 好 所以现在要转照 好了 上星和太阳处女座的朋友 是的 处女座 OK 去到 伴随着天平座满月 一直直到农历三月尾 你们的自身正体运 就会如何呢? 处女座的朋友 好了 有些人制关系要离开 它可以是一个三角关系 或者是一些不平等的 one on one的关系 如果三角关系明白 就是那些三角恋 最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什么叫不平等的one on one的关系呢? 就算我当你是拍拖的 没有第三者的 但是他可能会常常对你 我当那些家暴 好吗? OK 两夫妇不是说有第三者 但是那个老公经常打老婆的 说OK这样 OK 或者我当你正在上班的 你有个老板的 是的 也不是说可能是什么大公司 你真的要常常对着你老板 可能你是他的秘书 你是他的专用会计 你是他的左右手 OK 然后有些东西 他会常常阻止到你自己的 那个personal life OK 就是我们大家放工 那便要放工 OK 但是他会分不清楚那个界限 他可能常常放工之后 都WhatsApp你 这样 诸如此类的 OK 那你就会觉得不平等 因为我逗你这么多人工 我就是回这么久的时间 是不是先放工的时间 是我的 你有什么理由去侵犯呢 这样就不公平 OK 其实传统了 你们对于这些三角关系 或者一些不平等的one on one关系 你们会想离开的 OK 但是离开不了 对了 然后最后又是 走进这个死胡同 这个船窝 在这里搞死自己 对了 所以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 要怎么去避免这些能量 才能令到自己 可以有一个新的生活 对不对 好了 那究竟是哪些地方出错呢 OK 大家有没有看过司马迁的史记呢 OK 对了 好出名 有鸿门宴 有一个幕 OK OK 知不知道为什么汉语会失败 对了 就是很多 那么多 就是这么多年 那些人 那些 文学评论家 那些市家 那些市家 OK 都这样去评论 为什么汉语会失败 对了 为什么把握不了 在鸿门宴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令到你们 是走不出这个死胡同 是的 OK 是的 或者 如果我再说得清楚一点 是的 都是在鸿门宴这一幕的 OK 那么有一个人叫樊快 是的 樊就是 樊快 樊是 雙木林 但是中间做交叉交叉 跟着下面做大字 姓樊那个樊 现在有个女人叫 有个名声叫樊 泛逆文的 以前也有个 香港有个名声叫樊 叫樊兆王 那个樊 那个快字很特别的 是口字边做个会 会不会 开会的会 这个字读樊快 那大家有对 真的对史记 这个 司马迁的史记熟不熟呢 在鸿门研究一个chapter 樊快对劉邦说了一些说话 这个其实就是你们的致命商 或者是 就是汉语 那个性格的缺点 就是令到你们很致命 走不出这个胡同 是的 那我告诉你们 真的麻烦了 趁 趁去到 四月初一 生月之前 快点去离开 如果不是 是很拖累你们的命运的 好了 那我说了这么久 你说其实究竟是什么的能量 去拖累你们 在这和我讲史记 是什么呢 OK 那 当然是要卖个关子 当然是要 你们去做一些步骤才得到我的答案 还有 其实很重要 你们自己的性格有缺陷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史记的 那些 allusion OK 但是原来呢 不单是你们的性格 原来有一些人的说话 你绝对不应该听 那哪些人的说话 不应该听 那即价叫这些人做小人 但是 如果真的叫这些人做小人的话 真是很大亦不道的 天打雷劈的 是不是很呼之欲出 那无论如何 好了 如果我今天说的全部东西 你都是 kind of 可以解释到的 你有读过史记 跟着有名 如果我认识哪些人做小人 那就很大亦不道会天打雷劈 那你就不用问我 拿回答案了 但是 如果你都真的还想去探求那个真相 你还想去确认 啊 究竟 塔子云林不是在说什么 那就麻烦你做两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like这一个视频 还有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们 那就麻烦你不要随便 就给那个thumbs up thumbs up那个like 因为我是喜欢见到 深深那个 粉红色那个深深的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 就是在comment那里 直接问我 我想知道 要避免哪些能量 还有哪些小人 才可以令到我 顺利走出这个死胡同 直接点去问我 不要说 随便下个hi 或者 给个emoji 我那些我不当你问的问题 然后第三步 我就会去PM你们 你们想知道的答案了 对面这边 什么事 对面 的